交易截止日即将到来 在未来的两周时间里面 有关交易的信息将充斥整个联盟 与此同时 有关买断的传闻也开始多了起来 对于具备竞争力的球队来说 交易和买断都是合理的补强路径 相比于交易的严苛 买断球员反而更加可靠 上个赛季的阿德、格里芬、德拉蒙德和蒂格最终都是通过买断 加盟了另外一支具备竞争力的球队 相信本赛季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围绕这一话题 每mainbanalysis也针对部分处境糟糕的球员 评选出了买断市场四条潜在大鱼 其中火箭沃尔上榜 无人拦网可谓是摩拳擦掌 在争抢人方面与上个赛季一样激烈 大鱼一火箭队沃尔上个赛季在微少的交易中 沃尔被送往火箭队 商与付出的沃尔交出了不俗的数据 但个人效率欠佳 同时健康问题也存在状况 加上火箭队陷入重建之中 沃尔与球队达成协议 本赛季不再为球队出战 但在11月份时 沃格尔尝试解除协议 加速离开球队 无奈火箭队并不同意 考虑到他的本赛季 与下赛季合同高达9160万美元 几乎没有球队能够直接接手他 买断将是唯一离开的方式 考虑到上个赛季沃尔20、3、7的表现 铭记山子指出如果沃尔完成买断 将有大批球队愿意得到他 其中就包括快船队、热货队、无人队、凯尔特人队和篮网队等 争贯热门球队 沃尔也的确可以提供稳健的得分能力 以及不俗的串联水准 值得各支争贯球队压宝 大鱼二 猛龙德拉继奇在落位的交易中 德拉继奇被送往猛龙队 随后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德拉继奇公开嘲讽猛龙竞争力不足 自己不愿意为球队效力 尽管此后德拉继奇公开道歉 但开赛至今 德拉继奇仅为猛龙出战无场比赛 自从11月13日以来 德拉继奇没有再出战任何比赛 11月28日德拉继奇宣布一个人原因离开球队 独自进行训练 相信他就是在等待买断的到来 目前没有任何球队有意交易他 但独行侠有意在其买断后接手 他也愿意辅佐东气齐 大鱼三 魔术队加里哈里斯在戈登的交易中 魔术队从绝晶得到了哈里斯 结果他的表现直线下滑 即便本赛季状态有所回暖 成为了一名场军11、2的3D球员 但他的合同高达2040万美元 根据Mark Stein报道 魔术队希望通过交易送走他 但目前没有任何球队有兴趣 美媒THE Athletic John Hollinger也指出魔术队有意愿买断哈里斯 篮网队是有兴趣得到哈里斯的球队 大鱼四 马次塞迪斯扬在德罗赞的交易中 塞迪斯扬被送往马次 后者在交易中得到了一枚首轮签 塞迪斯扬只是附加筹码 但马次队希望用以换回有价值的筹码 其中太阳、蹄虎和绿军都有过接触 截止到目前 没有球队给出过实质性报价 因此 随着交易截止日不断临近 深悲到期合同的塞迪斯 杨完全有可能被买断